司法院的正副院长和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投票 10月25号就要在立法院登场了 而今天是举行全院公听会 来人立委是炮轰蔡总统提名许宗立在任大法官有瑕疵 涉及人事的酬庸 不过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是认为合法 而由于这次的公听会是依照政党比例来发言 所以立委的席次比较少的国民党团 还在场外自办公听会 平常的意味相当浓厚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主持 针对司法院大法官同意权举办全院公听会 兰尾警有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许宗立回任大法官违宪 民党立委叶宜金曾经问她是否赞成立法 这个来处理党产的事情 许宗立回答她不反对设特别法 将党产归还人民 是不是让外界觉得你才有机会来再任大法官 为什么不提名更没有争议的 更能够达到政治中立的人 而不要让外界觉得这是一种政治仇庸的安排呢 重要的宪法学者包括台大法律系的张文针 包括中央大学的陈英浅都很清楚的表达了 就是不管从文艺解释 目的解释 还是从历史解释 并没有存在所谓不得连任这个宪法条文的违反 黄国昌不认为许宗立回任大法官违宪 不过为了了解大法官被提名人 是否真的适任提出实问 要求他们对重大社会议题表态 而国民党团在全院公听会讲不够 同一时间另起炉灶 自己也办了一场公听会打对台 一个有瑕疵争议的司法院院长 未来如何能够取信我们司法界跟全国人民 过去戒严时期 蒋介石啊 蒋总统啊 他都不敢如此为所欲为啊 那蔡英文强势的做法 真的让我们啊 瞠目结舌啊 在宪法规定得非常清楚 由总统提名 由立法院来审查同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整个全院公听会 那如果有法律见解不同的话 应该到这个公听会到审查会来谈 而不是自己开 然后自己自爽而已 南绿护杠礼拜四立法院将先审查 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 下礼拜审查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10月25号进行司法院正副院长 及大法官同意权投票 等人选确定 11月就会展开总统承诺的 司改国事会议 民事新闻这部报道